好 那接下來我們安琪老師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我今天來跟大家示範 就是我們用這個熱水來蒸蛋 好 我們來看 我們一共有三顆蛋 那打了三顆蛋 先把它打散之後 然後這邊我們鍋子裡頭 煮了兩倍的水量 所以如果三顆的兩倍的體積 三顆剛剛到完差不多這個地方 我們就加兩倍的這個水 然後去把它煮滾 所以蛋跟水就是1比2 1比2 對 這個比例出來的蛋就很嫩 而且要滾的熱水 滾的熱水 然後一面倒下來我們一面打 這個不會變成蛋花 大家不要害怕 因為水的量不是那麼多 但是我們用熱水來打的蛋 蒸出來會比較Q彈 像這個布丁一樣 今天我這個在蛋底下 我在蛋的上面 再過濾一下 把它過濾一下 把蛋做底 然後上面我做一個羹 這個我們叫北方人 叫它打個滷 就是我們吃打滷麵的時候 要打個滷 所以這個叫打滷蛋羹 對 那這邊我已經蒸了一個蛋 蒸好了 我們來看 所以這個就是熱水蒸的 熱水蒸的 對 好漂亮 你看 這真的是很像布丁的蒸蛋 這厲害厲害 1比2 好 大家要記得 我們這邊來一點油 好 我們把我們的蔥段 跟我們的香菇先炒一下 所以打滷蛋羹就是說 雞底是像布丁的蒸蛋 對 然後上面是有一個滷湯來調味 對 然後這個湯汁又可以跟蛋合為一 結合為一 對 好 我們這個打滷麵 通常我們就說打個滷子 所以這個打滷麵的材料很隨意 像我們今天這個蛋羹上面的這個滷 也是很隨意 就家裡有什麼用什麼 家裡你如果沒有香菇 你可以黑色有一點木耳 或者像我們北方人打滷麵 做打滷麵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蛤蜊 然後可以切一點黃瓜片當綠色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小白菜 小白菜 對 老師今天準備一點蝦仁 一點肉絲 肉條 肉片 肉片 對 那我們這邊把高湯倒下來 好 高湯倒下來我們把它煮滾 果樂師我們先來這個 用一點點醬油調色 一點點的醬油 醬油調色 有點調色也有點鹹度 對 然後著量增加一點點的鹽 鹽 鹽巴 好 好 那我們這個肉片是淹過這個 醬油跟太白粉的 對 然後讓它比較滑嫩 好 這個時候可以下 下 好 那蝦仁比較快 所以我們讓肉片先變色 肉片變色之後呢 我們就來放我們的蝦仁 好 所以除了小白菜之外 你也可以用你喜歡的像菠菜啦 像我們北方人打滷的 剛剛我說過黃瓜片啦 都把它當作綠的顏色 夏天的那個黃瓜 黃瓜都非常有水分 對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簡單方便滷了 對 簡單方便滷 對 家裡頭這個的話 你把下面不蒸蛋 你打個那個麵 打個麵疙瘩 也都會非常好吃 對 所以北方人打滷 除了剛剛老師放的是肉片 海鮮 如果打蛋也可以嗎 對 打蛋花 打滷麵的話是最後打個蛋花 那我們今天是把這個蒸蛋代替的蛋花 放在下面 是 好 所以讓它的湯頭濃郁一點 對 好 其實這樣都好了 對 那最後的這個蛋乳 就是讓它淋上去 淋在上面 好 那上桌的時候 因為這個菜是我女兒以前很愛吃的菜 對 他每天都喜歡吃蛋 他一看還沒看到蛋 後來那我上桌之後 我說文文你看蛋在這裡 而且這個蛋把它撈起來 我給鏡頭拍一下 它超像布丁豆花的 對 它是滑滑的 它是布丁豆花 這是鹹的布丁豆花 我們來試吃喔 真的是很好吃 雖然就看不到滷蛋 你看這個蛋變成蒸蛋 非常的滑嫩 這可以補充非常好的蛋白質 非常對腦子非常的好 然後安靜老師裡面又放了麻油 也是非常好的油脂 因為其實我們腦部非常重要 它兩個成分 一個是蛋白質 一個就是油脂 要補腦的話 這兩個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因為剛剛侯醫師說 腎臟不好的時候 可能也因為腎毒素 會影響到腦部 事實上我們肝不好的時候 也會影響到腦部 那個時候蛋白質 就不能吃這麼多了 我們有一些病人是有肝硬化的 肝臟的功能就是用來解毒 解毒完以後 再由腎臟來排毒 一部分